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实际是两个星期前左右的一篇文章 当时Google这件事情正火爆 结果有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就很简单 还是讨论互联网的问题 结果它一直在BBC的网站上 居于最受读者欢迎的位置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实际是在BBC的一个专栏 叫大家谈中国上写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我与互联网 它类似访谈 第一个题目呢 就说你是怎么认识互联网的 这哥们说了 我今年30岁 真正接触互联网是15岁 当时是玩游戏开始的 而有关网络电视和搜索隐形的使用 他说真正是在23岁的时候 他开始使用搜索工具 去为了在网上看电视 他说搜索工具 主要是谷歌或者是百度 最先关注的和他喜欢看的是台湾电视台 他说从台湾电视台里面 陆陆续续的了解到了 台湾跟大陆社会有哪些不一样 这样我对台湾电视台就更加感兴趣了 因为台湾电视台讨论的节目和演的节目呢 使得我心情感觉的非常轻松 跟大陆不太一样 再接触到的时候 他就从台湾电视台当中 看到了另外一个电视台 说这个电视台叫做新唐人电视台 陆陆续续就看到一个问题 他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大陆所有的电视台 报新闻的时候 就不能跟人新唐人电视台 报新闻 那么报呢 能不能跟人家那么来报新闻 让咱老百姓知道一点真实的事情呢 他也接着说呢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新唐人电视台呢 陆陆续续呢 有时候能看 有时候就看不成了 言外之意就被封锁了 他说看不成又想看 我就得想办法了 接着就想什么办法 就接着使用火凤凰软件 他说是在新唐人电视台上 看到和了解到的一种破网软件 然后就通过搜索工具 下载安装 使用了火凤凰软件 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用 但是每次在看新唐人的时候呢 我确实就得把这个软件打开 打开之后呢 他就起作用 起码我就能看新唐人了 文章里呢 这篇我说是个采访的文章吧 所以记者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说你在上网过程中 遇到哪些非常有趣的经历 或者事情呢 他说有趣的经历 就是我知道了 别人根本不知道的新闻 他说比如说 我在新唐人上 看了九评共产党 而且会使用了自由门软件 看到了台湾和新唐人 报新闻的时候 跟大陆根本就不一样 通过动态网 也看到了您的 BBC中文网 看到了美国之音 等等 在大陆不使用自由门 根本无法打开的网站 那记者又问 网络如何改变了您的生活呢 他说了一个摸了两可的话 但是挺有意思 他说 我知道人生还有其他的意义了 我知道每一个个体的生命 都是很重要 你说这话说的够您杂门半天了 那接着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说网络到底带给你哪些方便和问题呢 他说方便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 你只要通过网络 通过Google 你搜索一下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当然在大陆 你实在搜索不着的话 你就一定要使用自由门软件 打开Google 再去搜索你就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了 如果您还没上网或者上不了网 障碍到底在哪里呢 他说障碍很简单 就是党不愿意让你看到那些真的东西 所以真正的障碍呢 你可以有一个办法能够破除掉 就是你打开动态网 下载自由门软件 那个时候您再试试 您就觉得痛快多了 您说这事 您说这篇文章多有意思 宝庚 你的所在 你几个月 вопросы mniej 然后 你说